穿筋是正确的穿筋方法 筋直接从轮子底下过去 这样是正确的穿筋方法 如果里面发生堵塞 我们首先把这个轮子掰起来 然后把这个板给它拿出来 然后找到我们的内溜角 相应的内溜角 把螺丝松掉 把螺丝卸下来 三颗螺丝都卸下来 螺丝卸下来之后 把盖板拿开 把里面的堵塞的鼻梁条给它抽掉 抽掉以后 把里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以后 我们再重新的把盖板装上去 把电子给我配上去 把电子给我配上去 装好以后 然后再把鼻梁嘴卸下来 鼻梁嘴卸下来以后 把里面的短筋 堵塞的东西倒出来 倒出来之后再装上去 装在最后面一个孔中里面 这前面有三个孔 装在最后面一个孔里面 然后是鼻梁嘴挨着这个布 但是不要怼着布 领紧 听到的 这个是鼻梁嘴挨着 带来的 这个是鼻梁嘴挨着 这边是鼻梁嘴挨着 这边是鼻梁嘴挨着 这个是鼻梁嘴挨着